再来看到国内政治焦点 国民党公布了七合一选举第一题次的提名时程 并且将会宣布明年七合一选举等于正式开跑 而民进党则在后天的终植会 将会通过第一波七个县市长的提名 在蓝营第一题次启动提名的县市中 新竹市长许明才 金门县长李沃氏 还有台东县长黄建廷都将争取连任 绿营方面 明年六都的最大票仓 新北市 民进党新北市长党内初选 游席坤 罗志正和庄硕汉是三抢一的局面